这里呢是温哥华最热闹的市中心 现在我们走在温哥华的街头呢 就会发现很多的店家都被木头结结实实的遮起来了 这是台湾人拍下加拿大商店定期木板 封锁整面墙就是怕被抢 因为疫情影响治安不太一样 就在三月中的其中一个礼拜呢 温哥华一共发生了八十多件的商业入室抢劫事件 三千七百万人口的加拿大 如今一百万人请领失业补助 四月櫻花季没人有兴致赏因 在温哥华生活二十二年的李先生 感叹加国政府似乎没有学到教训 SARS的话之前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去准备的原因之一 因为没有发生过 所以政府把它处理当作感冒 当觉得已经很严重的时候太晚 如今政府亡羊补牢 公园拉起黄色封锁线 拒绝小朋友进入 Melissa跟Raymond守护一对宝贝 也干脆宅在家 DIY鲦鱼烧包水饺 甚至学着烤面包 连才艺课都靠远距教学 像网路上的课 他们画画 然后跳舞 所以就是 其实有一些是他们在外面上 现在就透过视讯 也可以做到 Raymond夫妇还透露 最近一堆温哥华居民变成主夫主妇 大家在家坐面时挑战手艺兼防疫 但也让超市酵母粉短缺 变成另类抢手商品 东森新闻 蔡秉鲁鲁雷之台北加拿大连线报道 已经转抢手研发封了 蓝杰秉鲁雷之台北加拿大远 也让每个人都转账 各个人都转账 在外面里面里面上 智陽 公众数